手机梦 准备了 上阵吧 你赶去吧 开启 哈喽哈喽嘿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请把我们的暗号打在弹幕上哦 今天我要来开下一个大家伙 我收服了小米和宝可梦皮卡丘的联名定制款哦 全套啊 朋友们 快点把牌面给我刷起来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宝可梦吧 那我们就一起来一个个拆开来看看吧 哇哇哇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 哇 有三个盒子 还有个皮卡丘的小公仔 还有这个应该是背包呢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背包吧 这个小背包看上去应该是也就只有10升吧 而且呢这个皮卡丘前面它这个是刺绣的摸起来的质感非常的舒服 理论上应该是四级防泼水的 那这个拉链的话 它其实也是做成了这种TPU闪电拉尾 这个净重是220克 嗯 59块钱送给小朋友 拉个小朋友不开心死呀 给我抠一看看谁想要 再来猜猜这三个 先看一下 这个是小米移动电源3 而且呢这个它是快充版本的 讲真的我觉得这个手感摸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不沾指纹也不油腻 那它是一个双口输出 两台设备可以同时充哦 一共有四个口 也是满足日常的充电所有的需求了 18瓦 四个小时可以完成自充 可以上飞机 那像我这种的话 我之前用的是 魅族那个小黄人的嘛 也是还可以的 但是呢它已经坏了 那这种萌萌打的产品呢 真的我觉得毫无抵抗力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新的随身充电宝哦 再来看一下这个比较小巧的家伙啊 它是一个小米真无线蓝牙耳机 A2S 那它这一款的话呢 是支持语音操控无线立体声等功能的 半入网式的结构啊 单边的这个重量的话就只有4.5克了 分体式真无线设计 单耳呢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它呢是搭载了升级双核芯片 配合这个全新双耳同步传输技术呢 是有效的降低这个声音的延迟的 而且提升了这个抗干扰性啊 单次的这个续航呢 是可以达到5个小时的 那配合充电盒使用的话 这个续航是可以达到24小时一天的啊 这个是小米口带照片打印机 皮卡丘的定制版本 这一款的话我之前呢 是有做过它普通版本的了 大家可以在这个链接上面去回顾一下哦 简单来介绍一下它都有哪些亮点啊 一个是AR照片 流声照片 蓝牙打印 也可以同时多人连接 那它呢是采用无墨三寸背胶照片的 跟普通版本的这个技术 啥的呢都是一样的啊 再来个大家伙 小米皮卡丘定制款旅行箱 这个光大有啥用 得好洗呀 那我这个呢是20英寸版本的 我现在用着的是Lifelance沙利版的 那个也是联名的小米 也是黄色的 怎么都那么黄色 你好烧啊 在机场辨识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像我这种经常出差的话 两到三年了用起来 除了外表有一丢丢的磨损之外 那其他方面呢还是非常经经久耐用的 不过呢我发现这个皮卡丘的联名定制款 它还是比较深度定制的 连这个内衬都是联名的IP印花 拉链这些呢都是专门的皮卡丘定制造型 三层的PC复合抗压设计啊 四档调节高弹性TP1滚轮还是非常安静的 那实际的这个容量的话它是有38毫升左右吧 如果你是三到五天这种短途的出差或旅行 我觉得还是非常OK的 像我出差的话呢是喜欢把这个电脑包直接套在拉杆上面 不用提着 你是不是也这样子 那它还送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公仔 这个颜色还有这个还原度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逼真和好看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抓娃娃机啊 抓出来的都是不知道甚至 嗯什么鬼辣眼睛的那种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啊 小米跟宝可梦的联名真的是可以说是深度定制了 你看这个颜色啊印花啊 还有细节上面的IP设计真的是很不错哦 弹幕可以告诉我你们喜欢吗 我抽奖送给大家呀 OK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还不错的话呢 求赞求B求关注呀 你们的一键三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啦 我是看着不胖上镜胖的小凡 我们下期再见 求咪 Bye